歡迎收看現場繼續來看英國國會大選 在我們台灣時間凌晨五點已經結束投票了 出口民調顯示在野的工黨是徹底碾壓執政保守黨 好在下一月六百五十個席次當中 保守黨一舉拿下至少四百一十席 蘇納克領導的保守黨預計只拿到了一百三十一個席位 遠遠低於國會解散前握有的三百多席 所以是確定會結束保守黨十四年的執政 英國自從脫屋以來生活成本一直在攀升 保守黨醜聞不斷 加上又有內訌 所以二零一六年以來一直在換首相 換了五個人 都讓民間是嚴重不滿 在過去六次的全國選舉當中 只有一次出口民調結果有誤 那預計是正式結果 會在幾個小時之後就會公佈